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周四晚上8点举行的设计说活动 那我们活动这个也举行了很多期了 那相信屏幕前呢 大家也应该有一部分呢 也参加过我们往期的这个活动 然后呢 可能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第一次参与进来的 那容我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设计说 我们设计说呢 是由谷歌开发的社区主导的一个在线技术分享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会在每周四晚上 B站的直播平台 跟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这个谷歌的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活动的形式呢 主要有这个在线分享 直播coding 以及话题讨论等 然后这个时长呢 大概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个活动呢 将是是由我们全国各个城市的谷歌开发的社区的承办的 那我们同时呢 会邀请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谷歌开发的专家 或者是呢 对技术有热情 然后乐于分享的嘉宾参与进来 那如果屏幕前的你呢 如果有乐意分享 Google相关技术的想法呢 也欢迎大家加入进来 那我们本期呢 这个设计说呢 是由我们西安GTG承办的 那说起GTG呢 相信一些小伙伴呢 应该不陌生 可能呢 你已经参与过呢 我们各个城市 这个GTG组织的线下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技术活动 它是由呢 我们谷歌开发者部门 发起的一个全球的项目 那主要是面对面向的 对Google和开源技术 开放技术感兴趣的开发社区 以及对谷歌开发的技术 感兴趣的开发者们主导 那它的内容呢 也涵盖了Web Android和Titonflow 以及Flutter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 Google的相关技术 那我们西安GTG呢 它成立于这个2012年 是谷歌开发者社区呢 全球大家的一份子 那设计当中的各位组织者呢 组织者呢 均是来自于各个行业 有着本职工作的 一个互联网从业者 那我们每年也会去 举办的那个数十场 大大小小的这样一个 技术分享的活动 你像IO的一个餐体的 像WTM 也就是女性开发者结 以及我们接下来将要举行的 这个DevFest 也就是开发者结 等各类这个meetup 那也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西安GTG的 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 也就是屏幕的右下角 这样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 后面呢 可以去留意我们的这个活动信息 然后关注我们发布的这个 线下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最近一次的线下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在下个月18号 也就是12月18号 举办的这个DevFest 也就是开发者结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 说起开发者结呢 它是就是全球GTG 也就是谷歌开发者社区呢 它一年一次举办的这个 开发者这样一个盛会 那今年我们这个西安这边的社区活动呢 主要涵盖了有Cotlin Android 以及支付等技术的话题 同时呢 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一位 谷歌开发的专家 然后做技术分享 那在这里呢 也欢迎大家 尤其是我们西安本地的这小伙伴呢 到时候可以来到现场呢 参与进来 这是这样一个 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们本期的这个 社区说的话题呢 是由李玉田老师呢 带来的关于Test2 Circle 那个前沿远进展 以及落地实践 这样一个分享 那李老师呢 他毕业于这个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系 他在校呢 就获得一些关于语音会议 这个ISCSLP 这个最佳学生论文 那目前呢 是在美团担任这个NLP 也就是自然语言 处理算法公众师一职 那现在呢 专注于这个NLP 前沿探索与落地 那接下来呢 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小伙伴们呢 可以通过这个B站弹幕 或者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然后加入到我们 本次的活动讨论群 进行提问 然后我们社区的小伙伴呢 也会负责整理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 然后特别提醒的一点是呢 啥呢 就是由于这个B站呢 它这个弹幕字数限制不能太长 所以说呢 更推荐大家呢 加入到我们这个讨论群来提问 那为了鼓励大家呢 积极地参与我们本次的活动呢 我们也会从这个提问的小伙伴当中 抽取五位幸运的提问者呢 送上一份 我们这边准备的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那也请呢 后续抽到的小伙伴呢 留意一下B站这个私信 或者这个讨论群的一个消息 那社区人员呢 回头会向大家收集这个联系方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交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师 李玉田老师呢 由他呢 带给我们关于他的2Circle 前沿进展与落地事件的一个介绍 好 叶老师 这边时间就交给你 好的 好的 感谢主持人 然后非常有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正在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我叫李玉田 现在是美团的NLP这个算法工程师 在校期间呢 做的是语音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工作之后呢 一直是做这个NLP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Tag2SQL这项技术的前沿进展 以及一些 我们在美团落地的一些实践 第一部分 我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这个Tag2SQL的一个概念 以及他的一些分类 首先 什么是Tag2SQL 它的全称就是Tag2SQL 也有人把它叫做NL2SQL 其实它的定义也比较清楚 就是在给定一个数据库的情况下 将用户的自然语言 整化成一个可制型的结构化查新语句 SQL语句 那它在这个自然语言的处理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是语意分析 Semantic Passing这样一个任务的一个子任务 那下面这个表和一个自然语言 SQL对就是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对在这个给定这样一个数据表 对情况下 然后用户呢 去问一句 重庆南汇园的平均升高是多少 那么其实我们就 这个Tag2SQL的任务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个SQL 这个SQL呢 就是select身高的平均值 from这个表 然后加一些条件 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任务的全部 然后呢 这个SQL可以在这个表上去跑 然后拿出一些数了 然后呢 我们去从几个维度对它进行一个分类 然后首先呢 对于不同的数据库来说 那这个任务它就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里边 只有一张表 那么它这个任务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单表 Tag2SQL 也有一些研究领域呢 会把研究的人员会把它叫做TableQA 那其实 这种情况呢 会相对简单一些 一些更复杂的情况 就是这个数据库里面 有很多张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其实它的复杂度就会上升 这种情况下 你不光要去考虑用户 想查什么东西 你还要考虑到 它这个表之间的一些连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这下面这个情况 跟刚才那个例子之间 又多加了一张表 就是不但有这样一个会员的信息 还有这个会员的一个消费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Text 是重庆会员的平均消费情况 那就很显然这种情况下 需要根据这个ID 去把它招印起来 两张表招印起来 然后再去限定限制条件 去Select 你想要Select的东西 那如果说这个表里面 有很多那么比较很多种複杂的主外键连接关系 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下 这个问题就相对要变得更复杂一些 这是一种分类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分类的维度 就是根据你这个数据库里的数据的一个领域 那第一个第一种分类的类型 就是单域Text SQL 其实就是说在只能在一个领域上去使用 那比如说在财务 财务报表这个领域 去有一套Text SQL的系统 然后你把这个系统拿到比如说HRI的领域 或者说销售 或者说线上的一些UV这样的一些数据里面去 它可能就不work了 那另外一种 这相对的就是跨域Text SQL 那这种系统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数据领域中去使用 只要你把数据拿过来 然后我这个系统就可以在你的数据上run起来 那这种情况 这种Text SQL它难就难在 你没有办法去 你需要这个系统需要了解到 不同领域下的一个语言风格 就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在这种文学领域 那红龙是谁写的 这个谁写的三个字 可能在这个结构化数据表里面 不会存这样的东西 它可能存的是作者 那你的这个系统就需要去了解到 这个谁写的和作者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这个就是一个领域知识 那一个系统要去兼顾所有领域的领域知识 那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花了多少钱和消费金额 这样的一个自然语言表述 以及结构化存储数据里的这个schema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表的这个列名 这个gap其实是一个跨域里面最大的一个难题 另外一种就是可以 咱们可以根据交互方式去做一个分类 就是多轮和单轮的区别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这边有一些例子 然后呢 多轮它的特性就是说当前的这一轮的 你要输出的sequel 不光和你当前的态度有关 和你之前对话历史都有关系 那比如说这里的英语 我放了一个英文的例子 就是他他问说有多少个这个宿舍里面有这个电视休息房 或者有有这种休闲的房间 然后呢 第二句话 他就问说这些房间这些这些宿舍一共有多少容量 那很显然这两句话放到一起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个sequel 然后才能取到我想要的数据结果 那单轮相对就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个简单 永远以答的一个问题 那一般来说 tag2sequel的分类就是分这三种方式区分的 然后看是否跨表是否跨域以及是否多轮 然后我这里简单有整理一些这个tag2sequel这样一个 技术路线的发展里程碑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就是深度学习之前和之后 那深度学习之前呢 其实大多数都是基于规则的一些系统 上时期80年代来说 可能大多数都是一个脱离数据库的一个schema 然后自己去定一些规则 然后呢去产生偶尧的sequel 然后呢到这个20世纪初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规则模板 加上统计语法模型 语法分析模型 但是这两种做法 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跨域的情况下的 这种迁移能力 那其实那这个问题是在深度学习的发展之后 得到一定的解决 尤其是在这个近两年 近三年大科模译训练模型的一个快速发展 使得这种跨越的牵引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也同时也就是使得这个tile to sequel这样一个研究领域 再次得到人的关注 然后这几年的优质的工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下面这一条里程碑是一些不同时间段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工作 就截至到19年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自己去看一看 这个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survey 然后我这里呢也是帮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一个几个常见的一些数据集 然后呢目前来说前沿的研究呢都集中在这个数据集上 去提升自己的异性能表现 前四个呢是都是英文的 然后后四个是中文的 然后他们都是多领域的一个数据集 因为单领域的这个问题其实解决的已经比较好了 目前很少有研究在做这种单领域的一个tile to sequel的研究 那前四个呢第一个是一个叫wiki sequel的数据 它是一个多领域但是单表 也是单轮 然后spyder呢就会稍微难一些 它呢是一个跨表的情况 然后spyderc呢它不但跨表还是多轮 cocequel就更难一些 它不但要在多轮的过程中产生sql 还要去判断用户的意图 去让系统返回一些 比如说问询呀确认呀这样的一些意图 另外四个呢就是我们中文的一些数据集 首先这个cspyder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 然后它是把那个spyder就是之前第二行的数据集直接翻译过来 然后作为了一个benchmark 然后呢还有一个tableqa呢 就是之前追忆科技有办过一个attack2sql的比赛 然后呢公开了一版数据集 它是跟wikisql很像 也是一个单表单轮 但是多领域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剩下的两个分别是dosql 这个是之前百度举办的一个比赛 那它这个数据呢也是多领域 但是跨表单轮的一个数据 chase呢就是呃我们目前中文里面应该最难的一个数据集 呃多领域而且跨表而且多轮 然后呢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type2sql的一些前沿进展 我会先从一些比较典型的工作开始去介绍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然后之后会有一些呃一些简单的总结 那首先呃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或者说系统就是叫xsql 这个东西呢是呃微软做的 它是一个限定的单表上的一个type2sql系统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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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呢 其实目前已经不是一个在wikisql这个榜单第一名的方法了 但是它比较有代表性 我这里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首先这种这种场景下的一个特点 就是sql的语句很简单它不牵涉到任何跨表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sql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分 呃分开组成不同的组成的 按照这个sql的不同组成部分去拆开 然后分开去预测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按就看这个这个text 这个文本就是说20到30岁员工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那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要预测的无非就是select这个sql里面的一些呃元素 比如说呃看这里就是我要select的是什么 我要我要去查的是身高 然后我要查身高的什么样的一个聚合函数呢 就要查它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呢从这个表里面 然后还有两个条件 他条件值的连接符呢是and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multitask学习的任务 那这个抽象就像变得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呢大概是一个模型图 然后我们可以拆分看一下这个模型 模型分为三层了第一层就是一个encoder 当时这个文章提出来的时候呢 他用的是mtdn作为一个呃他的encoder 其实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换成 像我们更常见的一些预线的模型 比如说roberta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在encoder 他的encoder的输入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他是一个把中文中文的把这个文本和表的列名都拼到了一起 一起输入这样一个预线预线的模型 然后得到他们的imbanding向量 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一个一个他叫context reinforcing layer 其实就是一个加强呃这个上下文加强的这一层 然后呢他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把 因为每一列其实他是有可能是有多个单词的 那呢他他会把每个列多个单词的imbanding 做一个聚合形成唯一的一个向量 然后呢在这个聚合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cls就是这个开头的这个呃 这个字符的一个imbanding把它融入进去 然后作为一个加强呃 这一层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最后一层呢就是一个ultimate 就是在这一层去做一些预测 那就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不同 每一个列上分别去预测 对这个列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那比如说这个列是不是去是要把它做为select的列 或者说这个这个列的这个这个列select的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区块函数是average还是max还是mean 然后呢还有一些还还有一些列可能是where里的列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要需要呃这个单独说一下的一点就是 呃虽然说我们这很多的元素都可以从这个列的名称里把它摘出来 但是对于呃我们where条件里面的这个这个值 就比如说20岁20岁以上那可能就是h大于20 这个20其实没有办法从这个表的头表头信息里获得 但它会出现在中文自然语言里面去 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抽取式的value预测 然后预测这个我这个当前这个where条件对应的值 它在query在自然语言中出现的一个开始和结束位置抽出来 然后呢这个这个大概就是它的一个模型结构 呃总的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清晰 但是它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后面 然后目前wiki seql上的榜单是一个叫seid的模型 然后这里跟大家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它这个这个模型就相对比较简单啊 就是一个纯粹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模型 就是把我当前的这个query以及我这个表单表吧 这个表里所有的列拼到一起输入一个模型seed 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sequence的一个预训练模型 然后呢它的预测呢并不是说预测一个完整的sequel 它会在拼这个输入的时候 在每一个列的前面去拼一个标识符 这个标识符呢和这个列的名称意义对应 它的输出里面呢其实输出的是一个标识符 所以说还要再做一层sequel的转换 然后才得到最终的sequel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呢 单单用这个模型去预测 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它又做了很多数据的增强的一些工作 就比如说它会对当前这个表的列的名称 做一些这个删除或者随机的改动 或者说加一些无关的列 然后同时呢用这样一种被污染的输入 去预测一个正确的sequel输出 那同样呢它也会在这个文本 或者说sequel里面去对应的去打乱一些实体 就比如说在这个对于这个当前这个query来说 自然语言来说 它可能会把这个week和tendence换个位置 然后呢在select里面呢也换个位置 然后让它同样去预测 他们认为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模型真正能够学到 学到这个自然语言和sequel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当然效果上来看的话 确实也是比较提升 从这个表里来看 就是看测试集 从这个bart就是普通的一个sequence sequel的模型seed呢它就加了自己的 加了自己的一些数据增强 那就看第三行和最后一行的一个对比 其实发现加了它这些数据增强之后 会有一个将近1.5个点的提升 还是比较显著的 那么这两个 这个xsql和seed的这两个模型 其实都是在单轮简单情况下的一些textsql模型 那么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再分享两个方法 然后这两个方法呢分别都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 去做一些sequel的一些textsql的任务 这个irnet呢也是之前msia做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工作 然后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就是说它设计了一个中间语言 叫semql就是说它是一个中间语言 这个中间语言呢承接了自然语言和seed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先看右边的这一部分 就是它这里给出了一个自然语言和seed的语句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自然语言 在l2seed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生成seed 而是生成像下面这样一个抽象的语法术 那这个语法术的语音呢其实也比较比较好理解 那首先这个seed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seed的东西 在一定的条件下feelter之下 然后seed的东西呢就是这个friend这个表里面的name这一列 然后它的条件呢有两个用and去连接 然后呢它每个条件呢分别是什么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数的形式把它表示出来 然后它设计这个语法其实就是可以认为是每数的每一个节点的一个分叉的规则 那么其实在真正预测的时候就是去预测这样一个规则的序列 这个规则的序列我们把它叫就是在预测的时候它叫个action 那其实这个然后看到左边这个模型的时候就是它每下面的这里是一个encoder编码器 它解码的时候它每一步就是去预测一个规则 当然如果预测了叶子节点那就去需要去选一个列或者选一个表 解码的这里是一个是一个普通的lstm 然后呢每一个时刻的这个输出action或者说去你做的这个选择啊都是跟你的历史相关的 然后呢当你在去选择你的列列名的时候你的这个呃它有两种选取方式 一种的就是从我们给定给定的这个列名里去挑 另外一种呢就是它会有个memory的机制 它所谓memory机制就是它会在解码的过程中把在之前解码解码解到的一个列放到memory里面去 然后之后在呃解码的时候再再去预测列的时候它会有用一个门机制去控制 到底从memory里去预测还是从这个schema里去预测 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呃认为在c号里面预测的时候 你出现维子的列很有可能再次出现 这样的一个启发式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呢也是当然这个IiNet这样一个工作呢我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更更像一个呃这个陈上几下的一个作用 呃现在来说在对于这种复杂c号的tagsc号场景下可能更经典的是当时这个叫radsc号的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就是感觉它其实和当时tagsc号这个任务非常的契合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模型 呃它它是微软的一篇工作 它它最主要的一个图书呃贡献点就是它设计的一个模型能够把这个schema linking 以及这个schema graph的信息完全嵌入到一个transformer的一个结构里面去 就是什么是schema linking呢 其实就是把自然语言文本和你这个表的表头或者表明之间的一个对齐的信息 或者说一个匹配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schema graph呢就是说你一个库里面肯定有多张表 这个表之间可能有不同的主外界连接 那么其实把表明或者列明看成节点的话 那它就是一张图 那这个信息怎么样就可以嵌入到这个relation 这个transformer里面去呢 那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就它会对每一个文每一个文本的每一个字 都和这个schema里的表明列明去进行匹配 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是当前这个词是和某个表的表明匹配到了吗 还是说某个列的列明有没有匹配到 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提取到自然语言和schema之间的一系列特征 然后呢右边这个图呢就是示意了一下 我们把表明列明当做节点 他们的一个整个数据库里的schema的一个tope关系 然后呢他们之间的这个relation的类型呢 就有主件外件 或者说我是不是属于你这个列是不是属于你这个表 或者说我这个列是不是你这个表的主外件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真正的输入的时候呢 也是把query以及schema就是或者表头放到一起去做输入 比如说左下角这张图 how many就是一个列 然后呢airline是一张表 他表里有两个列可能假设都叫airline吧 然后又另一张表airport里面有一个列叫city 那其实他每每两个输入之间都会有一个relation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relation 那右边这个式子呢就是一个典型的transformer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个tension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我们把红色这个符号去掉 那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tension结构 但是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第二个和这个节点之间进行运算的时候 我们会把他们之间的relation也加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这种relation能够很深度的融合到这个模型里面去 然后呢每一层都会做这样一个融合 那之所以说这个模型来说还是比较 比较经典的一个模型 就是因为他的设计就是真的是考虑到了 我tag和sql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一些特征 一些特征 然后把它能够很深度融入进去 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创新的点 就是他在解码的过程中引入了这种树状的一个解码 倒不是说他是用了这种tree lstm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他还是一个普通的lstm 然后呢但是传统的lstm 他每一时刻的输入只有上一时刻的影像量和memory 那就看这个式子 其实对于普通的一个lstm来说 他其实并没有生活号里的这一部分 而他把这一部分加了进来 就是因为他认为当前节点的一个解码 其实不光和他的历史这种就是 时间序列的历史有关 其实和他的一个上一个节点的解码的解码的一个结果也很有关系 那他就会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全部拼起来 然后针对性的引入一些相关节点来增强解码的信息 这些这些节点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这个action就是上一个时刻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是选择了一个列还是你选择了一个规则 我们把它做一个imending 然后z那就是上一个时间的影像量 在incode端的一个tension的向量 然后这里剩下的hpt和apt 其实都是负节点 不是上一个时刻的节点 它是负节点的一个这个影像量和action的一个imending 然后以及当前节点的一个类型 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去增强这样一个解码的信息 这是他的解码端做的一些工作 目前来说很多的工作都是grysql去做的 然后呢说了呃跟大家分享了几个这个经典的模型之后 还有一些呃跟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这个领域的一些预训练 呃有总共目前来看的话 经典的比较比较常见的有四种预训练 一个呢叫做tabert 这个应该是最早的意义 一个预训练 那它的数据来源呢 其实就是说从这种wikipedia 或者说webtable这样的一些数据库里面去挖一些比较 然后呢再把这个表周围的文字也给摘下来 然后认为这个文字和这个table之间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 然后用这样的关系呢去模拟textsql的text表 去做一系列的预训练 那比如说就是可以认为让这个预训练去学习一下预测一些被 呃替换掉的列列名或者说去恢复一些列值 但是由于这个这个数据的来源其实比较的比较的不干净 那么它可能这个效果并不好 那现在来看的话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接下来下面这两个预训练模型 一个叫grapa 那它是呃一种模板挖掘的一个思维 它可以从现有的这种训练训练数据里面去挖掘出一大批自然语言和sql对应的一些模板 然后呢把这个模板里的这个表名列名挖掉 然后呢不断的用新的表去做填充 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多很多的训练数据 然后呢它去做一个预训练 然后gap呢是另一个思路 它就是用现有的训练数据呢去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反向去生成tax 用sql生成tax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训练数据 那这样也用这样的数据去训练一个模型也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前前面三个预训练呢其实都是针对这种多表的单表的情况 那最后一个呢是跟grapa是一样的一个思路 也是同一个作者做了一个多轮对话的一个taxsql场景下的预训练 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效果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今年来 其实在这些taxsql数据上的一些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表现 比如说t53b它是有30亿个30亿的探数规模 然后呢它这个预训练模型呢 其实并没有在sql去做过任何的预训练 但是我们只需要在少量的sql数据上去做一个fine tune或者说微调 那其实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这也可能也可能我们猜测也是一种说明了这样一个大规模预训练的模型 在这种sql生成场景下也有很强的fue short的迁移能力 还有一个很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模型越大 它准确率的提高的提高的这个趋势是真的是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上面的都是一些我们很常见的模型了 可能它的这种准确率都在71称死也就是7575.1这是最高的了 但是我如果是用一个预训练模型 当它是base的时候它可能只有57 但是它是large的时候就有65了 当它有3b的时候就有69 或者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做一个trick 比如说我把这种数据库里的所有数据内容都拿出来 放到这个模型里面的输入 然后对输出做一些减值 pcard其实就是一个sql输出的sql预测时候的一些减值 就是把一些预测错的sql就是很早就给它减掉 在这种情况下就一下子就获得了这个榜单的第一名 spy的这个榜单第一名 sql现在目前应该是第二 那这个趋势也是其实也说明可能大规模预训练的模型 在这个任务下同样也是有很强的潜力的 关于这个前沿的一些进展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然后有一些我们简单的一些思考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一个就是其实虽然说目前有很多的benchmark这样的数据 那它从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文本中就是text中有很多的文本 其实和我列明是完全重复的 但这种情况其实不多见 尤其是在这种实际场景的实际应用场景里面并不多见 另外一个就是尽管现在这个模型也很fancy 就是这个大模型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但它其实也是只有一个75左右的准确率 那么其实在真正应用的时候可能 对吧这个75还不是很令人满意 它准确率不高的那一部分 恰恰是更难的那一部分 就是跨表了seql的预测准确率很低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其实对于这个table自身的语义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探索 比如说一个表里面 它既有审又有市又有限 那可能他们这个每个列之间 它有个上下级的关系 这个关系可能会导致一些情况下 你除了seql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这样一些偏业务的一些考虑 其实并没有在这benchmark有体现 最后一个就是目前看起来一些 比较有前进的方向 就是我们也在探索一些方向 就是一些中间语言的设计 像刚才我们提到samql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规模语言模型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工作 就是在这个多轮跨域跨表的 这样一个榜单sparc上 我们取得一个第一名的结果 这个呢也之所以还是理名 是因为它这个榜单一个规定 就是你必须有publication之后 才可以显示你的机构名 然后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 对应的论文也正在撰写 应该是不用多久就可以 显示出我们的组织名了 在讲完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前沿的 一些探索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个type cycle 这样技术在每团落地中的一些经验 以及说可能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 就首先因为刚刚讲完这个前沿的探索 就是其实有几个很大的差别 想跟大家去聊一聊 第一个是说这个数据库中表的形式不同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benchmark里面 可能一个库里面有三张表 但是在我们真正的实际用的时候呢 这种表的组织方式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 那同样呢由于这种业务情况下的一些 对于数据查询的需求不同 那么可能我们需要训练模型的数据 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benchmark那种公开的数据 你不能直接拿来去训你的一个线上模型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其实在很多业务里面 它的数据其实是很复杂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表那么一个简单的数据表 一个事实表那么简单 那这个呢我之后会跟大家展开再聊一聊 先来聊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数据的差异 看第一行第一行就是我们在这个研究research的 benchmark里面很大概率会遇到这样的表 就是它会用一个主外键把三张表连起来 一张表呢可能是会员信息表 另一张表呢是个会员的一个消费情况 另一个是呢 呃会员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时长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去问 比如说哎美国某个会员消费多少钱 你必须得跨表 但其实我们在实际的这个落地时间当中 其实会发现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组织方式 很多时候呢它只有一张表叫做数据会员的消费记录表 这个表里面什么都有 但是它是分分这个每次消费的行为去一条一条的记录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种差异就很大了 那它主要差异体现在这么几个地方 首先就是我们在计算一些金金额和时长的时候 就不能像简单的去select金额就就完了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要问哎小沈阳他这个消费金额多少钱 或者花了多少钱 那么我其实其实我是需要对这个时长进行一个求和的 所以比如说我问小沈阳总共对吧 消费了多少多少长时间 那么它是0.3加0.7 所以它应该是selectsum时长as时长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需要 对于你根据对于这个业务的理解去定义一些所谓的计算公式 这个呢但虽然说这会引入格外的工作量 但这个也比较符合目前很多场景下的一个数据的一些使用方式 所以这个揭入成本会比多表要稍微低一些 然后另外呢虽然说他有一定的成本 但是他如果我们我们能把多表问题转换成一个单表问题 其实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你模型的一个训练成本的训练的难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不能不能假设所有的数据都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也要我们要兼顾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所有的数据都是一个加工好的 然后呢很多张表 然后通过这种主要件连接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得到 然后另一个这个差距就是训练数据的差距 其实啊在当前的一些这个benchmark也好 这个中文英文都一样啊 就是他其实很多这样的记录都是去查询一些记录 查询某些记录 比如说哎谁谁谁他的身高是多少 谁谁他的体重是多少 但这种情况其实是在真正落地场景中比较少的 因为你查一个单点的数据 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用户更多的时候他可能更希望看到一些 增步排序趋势统还比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这样的数据这一类数据其实你在公开的benchmark 其实占比就很小 当然也有啊 那就占比就不多 那直接拿来做训练 其实可能就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下面几张图呢 就是一些可能 大家更更愿意看的一个数据的组织和展示形式 就是比如说看一些排序啊 就是每个国家的几个销售额 包括这个零售金额过近几天的一些趋势 甚至有些情况下用户希望能输一个 很短的query就能看到他想看到所有数据 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我们系统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些情况 啊 接下来是一些数据库里面数据本身的一些复杂性啊 最后我举一些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HR数据的 HR领域的一个数据 就比如说这是一张员工信息表 那么可能我前面是一些员工基础信息 后面有他所属的部门 那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假如说我要问A部门一共有多少人 我们就要考虑到他们的部门之间的一个 就是架构关系了 如果说B部门C部门都是A部门的一个子部门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不能说我产业部门呢 那我这个条件里面就是where 部门等于A 那这样你会错啊 你会你会漏漏掉很多的一些呃 一些员工的信息 你应该是用这种把A部门 以及他所有所有的这个下属部门都带进来 都带到一个条件里面来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在设计TagScore系统的时候 对于数据本身的这样一个复杂性 是要有所考虑和有所设计的 另外一个就是列与列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啊 就是我之前应该有提到审视线这样一个行政区画的上下级关系 那其实用户在提到一个上下级关系 上级的这样一个列列的时候 他可能更想了解到 在他下一集这样一个列上面的分布情况 就比如说我想 用户的quire是一个辽宁的订单金额的分布 或者说辽宁订单金额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只给他一个辽宁的一个汇总的一个销售金额 订单金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可能更用户更想看到的是 哎辽宁每个市分别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 把这个市给他随带出来 同时groupby一下 那为什么是市而不是限呢 就是因为他的行政区画是有这样的一个上下距关系 一个上钻和上卷和下钻的关系 那就是审下面就是市下面就是限 那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用户的真正用的时候 不管你查的说要对 而且还是得是他需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这个呃 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考虑吧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tags to sql这样一个东西 你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设计产品 肯定在你的做之前应该要想清楚 你应该做一个对话式的 就是一个多轮的还是说一个搜索式的一个单轮的 还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想明白 你做的是一个平台化的产品 还是说一个垂直领域的产品 如果说一个平台化的产品 你希望做到谁的数据拿过来直接用都可以 但这样都比较难 但是你如果如果说我做的是一个垂直领域 我就接了一个国家电网的项目 我就对着他优化优化优化做的很做特别好 但是只能在这里去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接入的时候 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业务方去用这个这个 系统那我怎么样能够低成本的接入 我以什么样的数据准备给你 然后你才能够做得到你的算法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些都是需要去提前去考虑的一些问题 以及其实在用户真正实际实用的过程中 其实用户很多用户是不知道怎么去问的 那你因为用户对你这个数据表其实并不了解 那你你怎么样 让你怎么样能够让用户能够问出自己想要的问题 也是你产品实际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死的思考就是说 其实数据这个泰图sql说白了就是做一个自然语言的数据查询 你是单独就做这么一个产品好的 但是说把它集成到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数据解决方案当中 我既可以做泰图sql也可以做这个图形化 这种的这个数据的展示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也做得很好 并且可以帮你做一个数据分析 推送预警这一套解决方案 然后一起做好的还是分开做比较好 这也是一些真正要落地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 然后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在美团做的一个 呃 泰图sql的一个大概一个算法流程吧 就首先是一个schema linking 就之前提到的 呃 就是简单的把这个text text里面的一些 这个词 啊 那个对应到我这个表的内容里去 然后另外呢 就是passing passing阶段呢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啊 这种模型的方式也好 或者统计 呃 这种语法数分解析的一些方式也好 啊 把这样一个 呃 怎么讲 把这样一个schema linking过之后的这个文本 能够从它上面长出一个树了 然后这个树上面就是我们所要的所有信息 包括您select是什么 where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有goofy也可以定义定义好一系列足够的语法 然后也可以把它解析出来 然后呢我们这是啊 我们在美团的一些落地的场景 有两 呃两个比较典型的 这个是一些啊 销售数据的一些查询 是一个搜索式的 可以数你想要的一个query 然后我这里会把这个啊 数据全部给打出来 但这里我可能做一些脱名的处理 所以数据是目前看不到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我们这边啊 phr场景的一个团队数据助手 你可以在这里面用对话的形式去问一些啊 就是入职人数啊 离职人数啊 在职人数啊 之类之类的一系列的一些指标 最后呢也给也给大家 简单分享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 其实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就是微软powervi里边的一个 这样一个tact-sql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其实跟也是一个偏搜索式的 而且会有一些sac联想啊 这样的一系列呃配套能力 让他这个产品去用起来比较舒服 呃不光powervi了 其实其实很多很跟这个vi 战别的公司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还有还有国内目前啊 做的比较好的 也还有就是这个阿里云 有一个叫智能数据助理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感兴趣也去搜一搜 啊看一看 啊我我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ok那感谢李老师精彩分享啊 就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k row 环节啊 因为看到一些同学呢 可能进来的比较晚 我简单再说一下这个关于k row 啊就是我们这边鼓励大家呢 提问参与进来 那也对一些这个提问到一个同学呢 我们会抽取几个几个同学呢 送上我们这个精美的这个礼品 然后呢呃大家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下方 这个二维码那或者是扫这个这个进群 然后呢或者是通过这个b站弹幕 然后跟向这个讲师来提问 呃然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师 我们看一下这个呃提问的这个文档 然后呢你这边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呢 然后进行回答好那接下时间还交给你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 然后我这边刚刚打开那个问题的文档 这边 啊这边有一个同学问的这样一个问题 能支持的sql的复杂度是怎么听读的 比如一个问题拆分多个sql 呃就是这个复杂度 其实来说呃像spider和spa c这样的一些榜单 他自己会把问题做一个拆分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是easy 什么样的是medium 什么样的是hard 他的拆分标准也比较简单 就是看看有没有是否有欠套 是否有join 就是这样的一些呃一些一些这个拆分的方式 嗯但在我们实际用当中的 其实也并没有把这个sql 按照sql的复杂度去做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分和界定啊 就是其实因为 因为在真正的应用场景中 其实可能并不会出现太多很难的一个场景 那些就属于常委的一些情况了 可能我们更呃就是更多的场景下 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去呃用户还是更习惯于去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这个刚这个问题的疑问者是野员 哦 也有同学提到说 这个用地规预测 地规预测规则序列的话 此处生成完成回溯生成下一个节点的话 会有雨衣跳跃吧 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就是这个雨衣跳跃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在 刚刚我们提到IRNET里面的话 它确实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雨衣的跳跃 因为你你如果是一个深度便利的话 那可能你你上一个节点可能跟你当前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在RAD SQL里面 就是它设计的这样一个竖型的解码 就是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输入 其实是有它负节点的输入 这个有它数据点的输出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就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雨衣跳跃的问题 后这个paper的链接 paper我们正在写啊 之后如果如果说这个写完之后 会挂到那个Spar C的一个榜单上 然后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那个榜单上去看我们的工作 之后就是就是我们一旦提交上去 它就会显示在那里 这边还有一个 有一个同学刚刚问的是 query中表明不同该如何解决 query中就是这个问题 我理解应该是说这种 query里面的词和我这个schema的词不一样 那它是一个同样的意思 那它是一个同样的意思 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 那我就按照这个去去去去去去 尝试解答一下 就是首先 第一个是就是之所以这个 query这样一个技术能够在近几年去发展 就是发展 发展比较快 就是因为这个大规模 大规模的训练模型的一个快速发展 就是它可以解决一大部分这种鱼翼上的一个就是跨这种迁移性 不同领域上的可能同一次它都能cover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保证它百分百度解决的情况下 我们在真正应用场景的时候 会做一些垂直行业的一些积累 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些telsc或gy的一些事情了 我们会做一些积累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 在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呃 这个比如说流量分析这个领域吧 就积累一些同一词 那么可能这很多场景下都可以去用它 我这里还有一个同学去提问 美团落地有用到一存句法 是有是有用到的 我们这边呃就是有这种上下文物观语法 这种统计模型 也有也有这种呃就是跟跟rass 比较像的那种端落端的去预测量预法术的一个模型 感觉spide的榜单一半都是预训练 是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在榜单上想要刷的就是或者说你的这个成绩想要提高 就是要站在这个telc telc这个专门预训练的情况下肩膀上去做的 呃还有一个同学问到当前的schema linking还是只是依赖于模糊匹配吗 我们现在线上的一些模型就是当然模糊匹配也会用啊 但是不仅仅是这种模糊匹配啊 有还有其他的记录召回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刚提到了我们去积累一些同一词 或者说就是我们我们把它我们内部把它称之为指标图符啊 就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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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的数据是作为一路召回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训练一部分的训练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大概是一个呃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抽取式的一个模型 从这个句子里抽出来看到哪些部分是指标 对啊会有这几这几路召回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OK主持人我大概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回答这几个问题吧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可以这个呃 先下我们微信上再交流 嗯好的 我切一下屏幕 这样的就是呃 我们今天没有 会回答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这个 右下方这个群 然后呢 呃 稍后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李老师去再进行交流 啊 然后我们一会呢 会把这个呃 抽到的这几个同学呢 然后呢 我们会通过这个B站私信跟微信群消息呢 联系大家 然后呢大家呢 就注意一下这个消息 OK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 活动呢 已经算是接近尾声了 然后呢 我们下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呢 大概是在12月2号 也就下周四晚上 然后呢 主要是这个广州GDG这边承办的 呃 由这个王军玉这个老师他带来的一个关于个人贡献着的安卓开源项目贡献经验分享的这样一个话题 呃 到时候呢大家感兴趣到可以参加一下 OK 那呃 最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西安这边的一个Dive Fest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呢 这个时间呢是在下个月的12月18号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你所在这个城市的这个举办的这个GDG举办的这样一个Dive Fest的活动 啊应该也会在11月和12月这样两个月呃 这样大致的一个时间点 那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这个GDG的这样一个公众号 然后OK 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讲师李玉田老师呃 今晚的这样一个精彩分享 然后呢也感谢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小伙伴 嗯 以及设计说的一个相关人员其他人员 那大家辛苦了 OK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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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